DIS RBL在台第一个绕色联盟 做什么声音 台北 什么事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绕色比赛 我有一个cohost 这是Drix Follow us on YouTube Facebook and you're cool When I say DIS You say RBL DIS RBL DIS RBL And I make a shootout for my man Gaudier O Luxembourg La Punch League on vous voit Kanal au passage Let's go Alright cool 这个Battle也有Discent 赞助 所以如果你支持我们的话 如果你支持我们的话 你可以去支持他们一下 帮他们按个赞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Heyo 大家好我是喇叭嘴 我不在中手 大家好我是琵琶 先安静一下 大家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那因为他这种卡小我随便都能够把他打跑 我饶蛇像诸葛亮出出茅庐 可是他的饶蛇碰上我 只能像猪哥亮四处跑路 他努力地经营社群网站 自以为是饶蛇歌手 到处骗战 写那什么 属来宝 我听了都想骂干 想跟我battle 根本是免谈 我的饶蛇实力 不用你来怀疑 我一拳让你哭 哭着只能回家玩玩具胡迪 胡迪经长 扣环拉到底松开 我的靴子里有蛇 滚开 你根本不配玩老蛇 如果你想跟我老蛇 我女儿只听逃着 嗨 看看那些老蛇的烂技巧 真的看不出他哪里掉 待会我垫他 比如说我大欺小 最近我心情很差又无处发泄 我知道fuck这个人渣 粗号猪八戒 他被他的团圆所遗弃 还哭到流鼻涕 别跟他靠太精会的口提议 我现在把你比喻成猪 你不要不服输 我没在侮辱你 我在侮辱猪 他这没本事 来自插花的闹肿 他为了冲胖子把脸给打得他妈超肿 你要唱老蛇不是不可以 但是属来宝比较适合你 我就是看不惯活动办的烂 那选手软的软 干 长得难看又没烂 但美根的歌词就被你拿出来谈判 可惜你的这些push line 你的baby不爱 还有你的长相又丑又矮 所以are you ready to die 你这肮脏的变态 我先不跟你讲人气 但从刚刚到现在 我只出了两成力 我这两成力已经算便宜你 要不是在台上 我是真的想贬你 你像地死我 我劝你早点死心 被你地死的感觉像被蚊子叮 但我苍老子而没人敢说让 我今天就是要电报你的所有观众看 好棒 他说我长得矮 我发现他好像长得比我更矮 他喜欢大肌 他是台南人 他也自以为大肌 去那个练总是台南人 老舌不靠外表 要靠多练增加 可是他一脸gay样 我只好说我支持多元成家 他开始幻想整个科系都是同性恋 他还想着哪里地上有钻石可以剪 NC每将剪钻石 现在NC被呛 我像是拿剑乱刺 他输了我回家还想拿宝剑多重自己几次 输我就回家搞自残 因为我赢你这超自然 我们还问这位观众 宝剑可不可以乱玩 宝剑不要乱玩想插要搞完 哎哟 看他他也很喜欢大肌喔 可是他应该不是gay 只有你是gay 嗨 你刚刚这算是吵架吗 你这搞笑吧 你连穿着都操夹梗都老掉牙 一堆老狗的把戏 你这没救了傻逼 信到是把你的死马当活马医 哦 而你现在的处境就像是在火坑里 只是会帮你掌声的观众头脑都有问题 哦 你别再装神经 你干脆当文青 因为你唱老蛇根本没人听 过街的老鼠依然跟我打嘴炮 全身水锅的味道会滚回下水道 我不指望你能成功 不指望你能红 你在老蛇的定位像寄生虫 这种写实的技术 居然用满足相同的词汇 不断重复好像牛反鱼 你想成为rap的那些梦话 我劝你赶快作罢 光是你的这张脸 我却告你妨碍风化 他觉得我像是牛反鱼 我觉得他的实力只能在这边挖番鱼 他说听熊仔的歌 感觉自己像是垃圾 我觉得他不是垃圾 我就说他全部作品都是垃圾 他自己以为说他经营那粉丝专业 就可以骗到妹 我偷偷告诉你 你就是喇叭嘴爱装手说的无局少年 有的我原谊词 最后一个让皮革 我是喇叭嘴 到了现在你应该已经了解小姐 这场比赛根本只有艺人在表演 现场的观众都指着你的脸说 你看他超傻 他根本就是被喇叭嘴当成沙包打 看他一副爱吃的嘴脸 一开口就立刻走音 地球是很危险的 快滚回你的火星 我说拜托你的老二是不是该剁了 对我来说这个对手真的太弱了 才摆脱猪的名号又陷入歌词泥脑 快点在他被我干掉之前 帮他拍张遗照 遇上喇叭嘴还不逃那是他白痴 我要把琵琶做成热喉糖再拿来吃 2014年看他怎样被实验 即便飞至于远被我灵远的感觉像SN 哦 我说连环的押韵又 我说连环的押韵又不是什么难的事 我只是懒的事 你就看这次我随便乱测试压三个字 你满可词写着烂歌词 我会在你最坎坷把你安乐死 哦 我现在第十你就像第十最弱的参赛选手 如果你没死地我劝你早点走 不要丢了脸还在占空间 快去游乐园玩弹球签 哦 BIGS NOISES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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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就 我就直接讲我感觉好了 两边其实都有准备双方格子 那很明显我会偏向喇叭嘴 他的東西是真的比較有梗 而且他的東西都是直接一氣合成出來 那在琵琶的部分的話比較可惜的是說 在最後一個RUN的時候你的詞比較沒有背熟 所以後面忘掉 對 所以我這部分的話我會選給喇叭嘴 好 我這一票投給喇叭嘴 我講一下為什麼 就是我分成三個RUN來看 然後第一個RUN的時候 各有前求 可是喇叭嘴的那個 就是他練的紮實度比你多很多 他想的那個時間根本是完全沒有想 就直接一氣合成到最後面 雖然說第三個PAT有點可惜有choke掉 可是不減風采 可是我要嘉許一下這邊 就是第二個RUN他有找那個觀眾 say 暗裝這一招我覺得很有看頭 對 插到什麼東西 喔 好 喇叭嘴 我也是這一票給喇叭嘴 但是我要特別稱讚一下這一位 他在第二RUN或第一RUN的時候 第二RUN和第三RUN的時候 都有針對喇叭嘴之前 diss他的主題 diss回去 這其實是非常精彩 因為這個聲音應該是 沒辦法在事前先設計好的 我覺得這個地方可以值得嘉許一下 來 開始喇叭嘴 好 オー 喇叭嘴 艇叭嘴 喇叭嘴